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李云霄微微一笑 言语侮辱 刚才谁怕死怕的要哭来着 他上身往后轻轻翻转 整个人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朝后倒去 几乎是贴着地面而退 两只手指在地上一点 顿时一脚狠狠地往周玉山小腹上踢去 好柔和灵巧的身体 却不缺乏力量 他修炼过体术吗 红灵的眼中闪过一丝亚异的神色 体术 看袭上众人全都是高手 纷纷瞳孔萎缩起来 周玉山主动进攻却直接变成了被动防守 双掌成拳护在自己丹田之上 被李云霄一脚踢中 只觉得一股距离传来 两条手臂竟然隐隐又发麻的感觉 身体更是直接被踢向了高空 他借力腾起 双手成刀合在胸前 整个人陨石般坠落而下 锁定了李云霄斩去 两道手刀光芒指展而落 在空中形成一个小十字斩 迅速放大起来 将李云霄整个人锁定其中 空气被割裂的丝丝作响 竟然形成一道小小的龙卷 随着斩机而下 周长发眼前一亮 微微提起了一点精神 赞道 这便是望秦天书上记载的武技吗 果然名不虚传 江无忌笑道 望秦天书乃是我段秦山的最强宝典 里面记载了数十种不同的武技 每一种拿出来 都可以震动天下 李云霄单手一扬 虎牙剑呼啸而上 一道剑芒直辞那斩机的交汇之处 也正是龙卷的中心 莫迪瞪着眼睛叫道 什么 这小子真是找死了 双斩交汇之处乃是力量最为强大的地方 加上龙卷之力汇聚其中 党者披靡 他莫非傻了 江氏兄弟则是瞳孔皱缩 脸上露出骇人之色 红灵也是吃惊不已 诧异道 昆地府乃是汇聚大地之力 化作斩机 威力无匹 但死中有生 最强之处便是生机所在 那龙卷汇聚之所 是此招的唯一破解之处 他是如何看出来的 莫非他也看过忘情天书 四周之人原本都是一阵狐疑 听得红灵这般说法 顿时人人脸上变色 心如玉 更是全股紧握 发出琵琶之声 眼中燃起战意 一道刺耳的声音响起 让所有人一阵牙酸 李云霄的剑芒刺入那龙卷之内 突然化作一朵莲花盛开 在狂风内娇弱无比 却依然挺拔而立 临风不动 莲花化作倒倒青芒 绽放而开 将整个斩机之力彻底挡住 随后 李云霄渐身抖动 更是化作点点青芒 好似漫天沉腥的散向天空 往周玉山身上照去 什么 不仅化解了避无可避的一击 还能反手为攻 这小子对于武器的领悟已经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 王莲震惊地说道 就连他也自问绝无可能做到这一点 周玉山更是震惊不已 漫天的青芒剑气并不强大 他浑身真气一震之下顿时全部消散 再试试我这一招 黄泉胜轰 一个偌大的金色拳影在他身前凝聚而成 随着一声怒吼 轰隆而上 拳影之大竟然将小半个擂台都覆盖住 根本必无可避之处 以立降实惠 这种笨重的招式 此刻才是最为管用的 这下看这小子如何死法 怕是要直接被轰成肉饼了 江无忌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 李云霄瞳孔微缩 双手交于身前喝道 不动王拳 志强霸体 他的手臂怦然张开 不仅是肌肉 似乎身体的骨骼 都在这一瞬间胀大了分毫 身上的气质彻底发生改变 这是 心皮双眸一跳 骇然道 体术 这小子果然修炼了体术 周玉山的黄泉圣轰直接落下 四射出刺目的强光 让所有人双目难争 擂台上轰然巨响 台面被砸出大量的碎石 纷纷随着力量卷入空中 四下飙射而出 想靠体术来抗衡超越自己一大境界的攻击 未免太过异想天开了 这小子死了没有 江无忌睁开眼来 顿时瞳孔放大开来 只见硝烟之中一个身影 傲然而立 李云霄上衣完全化作碎屑 骨铜色的皮肤裸露在外 一点灰尘都不染 在阳光的照耀下 显得徐徐生辉 江无忌倒吸一口冷气 骇然的脸色大变 仅仅靠肉身之力 就扛住了黄泉圣轰 就算是同街的妖兽之躯 也不可能这样安然无恙啊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 体术我也知道不少 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变态的 是啊 这还是人类嘛 难怪他有恃无恐 有这般强大的肉身 等同于立于不败之地了 这下周玉山危险了 真是太让人吃惊啊 我一直以为体术 都是没有前途的东西 现在看来比武技还有强大呀 各种震惊的议论之声瞬间传开来 周家之人的脸色更加难看起来 阴沉的几乎要滴出水来 江氏兄弟也是愕然不已 这种情况也是他们第一次遇见 红铃美目闪动 轻轻自语道 听闻大陆第一高手霸天武帝傲长空 修炼的也是体术 原本我还不幸有这般厉害 今日一见才真的是幸福了 心皮脸色也是十分凝重起来 李云霄所表现出来的东西 无论是青鸾战舰还是旋雷金云吼 还是现在这种逆天的体术 都不是普通势力能够拿得出来的 周家之人何尝没有想到这一点 擂台之上周玉山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自己三星五王的黄泉胜空 就算是跨越两星 五星五黄都不敢轻易接下 对方竟然不动不避不挡 这难道他是不死之躯 这这还怎么打呀 四周之人也全都是呆着住了 很快那些压了李云霄获胜的人 全都是大声欢呼起来 高喊道 必胜必胜 声浪一波高过一波 莫子谦脸色也变得极为难看起来 他也感受到了周玉山的处境极其不妙 王晨这个时候才露出了笑容 盈盈的笑道 我就知道嘛 这小子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李云霄公身一瞪 地面上直接炸开 整个人炮弹式的弹射而出 直接栖身而上 将脸孔往周玉山身上冷笑着凑了上去 周玉山亥然的吃了一惊 感到李云霄的脸孔几乎要贴在自己脸上了 吓得急忙后退 恶魔疯脚 李云霄的身躯骤然后仰 右脚踢出一道火红的光芒 往周玉山的裤装内撩去 瞬间提至 快 狠 准 周玉山吓得魂飞魄散 全身的毛细血孔瞬间全部张开 在这最为危机的时刻 他的反应和能力逆天地发挥到了极致 双拳挡了下去 拳骨之上传来巨大的力量 将他整个人都直接震飞到空中 手骨更是断裂不知多少根 裤裆下瞬间燃起了火焰 但很快就被自己几下拍灭 虽然烧出了一个大洞不太雅观 但至少没有大碍 周家之人全都是冷汗淋漓 一个个松了口气 身边却传来了一声叹息 冷红铃有些惋惜的说道 哎 可惜了 哎呀 刚才那招叫什么名字 一定要拜师把他学过来 甩呆了 甩呆了 难道是传说当中的火烧大鸟 嘿嘿嘿 你闻闻一点行不行 那是脚踢大鸟 什么大鸟啊 分明就是一只小小鸟嘛 厂下四处传来哄哮之声 不少女子更是羞涩的眼嘴轻笑 更有好事之人 纷纷吹起了口哨 嘲讽之声四起 就连一只宁默而视的心如玉 也是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今日这一战 无论胜负 周玉山这个脸是彻底的丢大了 他偷偷挟视了一眼冷红铃 只见他双眸当中古井无波 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死 死 我要你死 周玉山彻底发狂了 本该是自己扬名立威的一战 却变成了这副模样 丢脸丢光了 他咆哮着就要冲下去 却见人影一闪 一股巨大的力量 往自己脸上抡了过来 啪 李云霄的速度太快 竟然在他羞愤交加 脑子短路之际 一个巴掌扇了过来 狠狠地扇在脸上 响彻天空 周玉山只觉得 一边脸痛得发麻 整个人在空中被扇飞了出去 狠狠地落在立台上 砸碎地面 要我死 想杀我的人无数 能让我死的人 整个难遇之中 找不出一个 好狂妄的口气 李云霄傲然而立 整个人似火焦羊 光与影 全部化作他的一抹风景 浓缩在那 临风而动的身影当中 而相较周玉山 却死猪一般地 趴在远处的地面上 星如玉 瞳孔骤然收缩 双拳之上 轻轻暴露 眼眸中战意滔天 他分明地感受到 原来 在南玉第一星人 这个王座之下 最大的对手 竟然是他 冷红林 那平静的眼眸中 开始渐渐地 变得波澜起来 浮现出淡淡的青色 周扬彪的脸色 也快要成猪肝了 转头道 叔公 这下如何是好 周长发 也是目光有些呆滞 似乎没有什么好办法 冷红林淡淡地说道 你们不用担心 若是这李云霄 只有体数的话 周玉山也不至于会输 他身上的气质 似乎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从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女 变得冰冷起来 就连周长发 也是感受到一股寒气 不由的眉头一皱 红林小姐 何出此言